昨天公布的高端疫苗採購合約 跟您當年在當立委看到的合約內容是一樣的嗎 怎麼看目前的中意 高端疫苗採購合約的公開 其實並沒有拆彈完成 反而是打開了另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如果真的經得起檢驗 為什麼選前不大方公開 卻選在選後才公開 我也看到很多人提出的質疑 包括在高端採購合約簽訂之後 旅約前這個審查時間點 都還沒有拿到製造許可 也沒有公開審查的高端疫苗 為何急著定價簽約跟採購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 在2021年5月的時候簽約採購 10天之後又簽訂保密條款的協議 這些都會讓民眾覺得黑槍採購的疑慮 中央政府必須負起責任 清楚的說明才能讓大家了解 當時整個採購的過程 我們對諾魯很失望 當然也不希望接下來形成一個挖獎戰 但是我們看到民進黨政府上任之後 10個邦交國斷交 我們也希望新的政府要能夠以區域和平為基礎 來確保並守護好台灣在國際參與的空間 我知道柯木三 不管你們說什麼 我今天不要叫我跳 但也許之後有機會 但我想講的就是 其實如果一個柯木三就能夠所謂武統台灣 那台灣的流行文化早就同一堆案 也就是說我們要對自己的多元文化有信心 泰勒斯開場現在是確定沒有機會了嗎 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有點可惜 但我們會持續爭取 Taylor下一次的巡迴演唱 能夠到台北大巨蛋 所以我想我們都很期待 未來有各項的賽事活動在台北舉辦